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如何克服社交焦虑》。 作者是埃伦亨·德里克森,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专业培训,目前是波士顿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助理教授。 多年来,他通过他的获奖播客《智慧心理》和波士顿大学焦虑与相关障碍研究中心,帮助数百万人战胜了社交焦虑,做回了真实的自己。 在这本书中,埃伦博士将其前沿的研究成果与真实案例结合在一起,带领读者发掘社交焦虑障碍产生的根源以及焦虑持续存在的原因。 他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巧与方法来锻炼大脑,让大脑产生新的连接,帮助我们平息内心的自我评判,轻松地战胜社交焦虑,重拾自信,拥有正常、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有社交焦虑。 什么是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就是害怕人群,宁愿独处。 心理学家做过调查,在美国,只有1%的人会说自己从没有过社交焦虑,多达40%的人认为自己不擅长人际交往,13%的人认为自己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极度羞怯,也就是患有社交焦虑障碍。 社交焦虑,已经成了现代人常见的心理障碍。 那么,人为什么会有社交焦虑?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主人公叫墨依,她是一位律师。 有一天,一位会议的组织者对她说,你知道吗? 墨依,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你都谈话自如,但在会议上,你总是很安静,我好像没听你在会上开口说过话。 墨依非常尴尬,但她清楚那个人说得没错。 开会时,她总是认真倾听,彬彬有礼,但的确是从来不发一言。 这番话让她猛然意识到,她的沉默如此明显,根本躲不过别人的眼睛。 墨依说,不是我什么都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太焦虑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墨依下定决心,想要克服焦虑。 后来有一次开会前,她提前在手机里寄了些笔记,写出来再说肯定会容易写,但没想到,在发言的那一刻,她旁边的家伙拿起墨依的手机,给大家念了一遍墨依的笔记。 她肯定觉得是在帮墨依,但墨依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谁会连自己的笔记都念不出来? 墨依的经历很普遍,这就是所谓的社交焦虑,一种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 有社交焦虑的人先是会感觉自己很突兀,很惹眼,之后会有想要躲藏的冲动。 他们通常会强烈地否定自己,认为自己的性格太内向了,但这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社交焦虑跟性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社交焦虑过多,会造成心理障碍,社交焦虑太少,可能成为心理变态。 也就是说,社交焦虑是调节我们心理状态的一种心智功能。 这个功能是怎么运作的呢? 所有的焦虑,都是由大脑中的恐惧反应造成的。 当墨依在会上拿着手机,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时候, 他大脑里的某些神经突出被点亮了,这些神经突出在我们的眼睛后面, 叫做杏仁盒,它是大脑恐惧系统的关键部分。 杏仁盒就像报警器,专门探测威胁,提醒我们对威胁做出反应。 那么感觉到社交焦虑的时候,我们会恐惧些什么呢? 一、内在评判。 简单地说,就是羞耻让我们想要隐藏,注意你的身体信号。 就像悲伤让人沉重且疲惫,愤怒让人紧张且焦虑一样, 社交焦虑就是一种寻找遮盖的冲动。 也就是说,真正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其实是暴露。 我们担心暴露自己之后,得到的是别人的负面反馈。 比如,首先,我们会担心自己的穿着不得体,发型奇怪,身材肥胖,会觉得自己不够有吸引力。 其次是性格,很多人会担心自己不够酷,不够幽默等等。 然后,社交技能,在公开场合,我们经常会担心自己举止不够得体,尤其是陌生人多的场合。 最后一种,是焦虑本身,我们害怕别人发现自己害羞等等。 负面反馈,意味着不被接受。 暴露的恐惧,就像对黑暗的恐惧一样,从远古时代开始,就铭刻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 这样一来,所有跟暴露自我有关的事情,都可能被性人核贴上危险的标签,触发焦虑。 这就是所谓的内在评判。 内在评判,就是我们的大脑里想象有一个第三人,这个人就像是一个挑剔的亲戚, 始终在观察你,评价你。 二,行为意志。 简单来说,行为意志就是避免做出一些在我们的内在评判看来过激或者冒险的事情。 任何生物都有行为意志,它是一种保护机制,让我们三思而后行,让我们远离危险。 对暴露的恐惧,会触发大脑里的内在评判,让我们选择逃避,产生行为意志。 这就是社交焦虑发生的机制。 作者说,如果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社交焦虑的这个功能却是必须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共同获取食物,寻找水源,搭建住所,制造工具。 这样,才能确保族群繁衍生息,世代延续。 有了内在评判,每个人都能更多地在意其他人的想法,有了行为意志,每个人都会更少地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这样,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族群内部的冲突,保持族群的凝聚力。 跟那些经常打架,一盘散沙的族群相比,凝聚力高的群体,肯定更有优势,这是更明智的进化策略。 近年来的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了,社交焦虑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但也同样带来了很多好处。 它会赋予我们一些有益的特质,比如谨慎、责任心、同理心、友善等等。 适度的社交焦虑还会让我们更有觉察力,更加体贴,成为更好的伴侣。 在现代社会,这些特质还是非常有用的。 社交焦虑伴随我们成千上万年,正是因为从进化的角度看,它带来的好处,比我们付出的代价要多。 比如,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导致我们更加焦虑。 当我们发表一个动态的时候,我们的朋友,甚至陌生人,都可以全天候地观察和评论我们。 一旦动态发出去,我们心里多少会有些忐忑。 这就是害怕暴露带来的社交焦虑。 美国匹兹堡大学有一项研究,调查了近两千名,年龄在19到32岁的年轻人。 调查发现,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越多,焦虑感就越强。 那我们应该如何克服社交焦虑呢? 我们担心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干脆就让自己躲起来。 适度的焦虑是有益的,它能让我们跟周围的人相处更融洽。 但我们在社交中,经常要面对过度的焦虑。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无谓的担心? 是内在评判,它就是社交焦虑过度的关键点。 那么,解决过度的社交焦虑问题,是不是想办法停止内在评判就好了? 事实是,你根本就做不到。 比如,你越是不想想起某些人,某些事,它越会占据你的思想。 如果不能强行停止内在评判的声音,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那就是进行自我对话,也就是在内心塑造不同的人物,通过对话修正我们的认知。 假如内在评判是一个挑剔的亲戚,你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另外两个小人。 一个是正义感很强的律师,一个是温暖坚定的朋友。 律师负责让内在评判意识到,他很可能错了,朋友的任务是同情你。 你可以让律师问内在评判这四个问题。 第一,最糟糕的结果会是什么? 第二,这个结果发生了,会有多可怕? 第三,这个结果出现的概率有多高? 第四,你可以怎么应对? 比如墨一,墨一可以让自己的律师小人问内在评判,在会上发言,最糟糕的结果会是什么? 内在评判可能会说,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很傻。 律师可以追问,所有人是谁?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真正目的,指明。 如果你让内在评判指明可怕的到底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内在评判的担心其实是非常模糊的东西。 这时候,内在评判估计已经有一点迟疑了。 律师可以继续问,就算会上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很傻,又有多可怕呢? 你会被开除吗? 一次发言失利,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过不了一会儿,大家就会忘记这件事。 律师就要再接再厉,他可以问内在评判,这个结果出现的概率有多高? 我们当然明白,因为一次发言,所有人都瞧不起他的概率,真的很低。 最后,律师就可以给出绝杀了,你能怎么办? 这个时候,墨依内心各种焦虑的想法,就会替换成有用的应对措施。 作者把这个方法叫做替换。 那如果是重要的场合呢? 这个时候,就要请出第二个小人,朋友了。 朋友的任务,就是同情墨依。 换句话说,墨依需要进行自我同情。 给自己温暖和鼓励,同时也会引导他自己解决问题。 具体来说,自我同情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正念,第二是对自己友善,第三是意识到人性是共通的。 你需要利用正念,旁观自己的想法,并鼓励自己,告诉自己,其实别人也不会苛责的。 比如,墨依看到别人拿着手机念他的发言稿,他当时可能会想,这次我真是搞砸了。 而利用正念,他就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我真的搞砸了。 如果墨依产生了负面的想法,那么他可以对这种负面的想法进行反思。 墨依需要充满同情地跟自己对话,像安慰自己的孩子或者朋友那样,他还要告诉自己,其他人也会这样理解自己,同情自己。 作者说,这个方法叫拥抱。 这两个方法都需要深度自我对话,需要花一段时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心理治疗。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角色扮演。 也就是在遇到社交焦虑之前,给自己提前写好情节和角色。 自我对话,事先改变观念,再改变行为,角色扮演正好相反,事先调整行为,再影响观念。 你要写的情节很简单,就是让你感到社交焦虑的那些事情,真的发生了。 然后,你就按照剧本去做完成这场演出,强迫自己,体验焦虑。 比如,小王是一个创业者,就在他觉得事业开始上升的时候,投资人突然撤资了。 焦虑像洪水一样淹没了他,一想到还要去拉投资,他就感到强烈的焦虑,他太害怕被拒绝了。 小王的解决方案,就是主动让自己被拒绝。 他写下各种小剧本,比如向素不相识的人提出荒唐的要求,等待他们拒绝自己。 经过一百天被拒绝的体验,小王不仅走出了焦虑,还根据这段经历,出版了一本书。 除了写好情节,我们还可以给自己设定角色。 比如,艾莎的恐惧是在会上发言。 一次会议上,艾莎太紧张了,只好假装要接个紧急电话,好让自己到走廊,靠在墙上深呼吸几下。 艾莎克服焦虑感的方法,就是给自己设定角色。 艾莎的工作是医生,她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是病人代言人。 有了这个角色,艾莎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她要在会议上,把病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 为了完成使命,艾莎甚至开始主动争取在会议上发言的机会。 一开始,她只是为了传递病人的诉求,但慢慢地,代言人的角色渗透到艾莎的性格,她变得更加自信了。 为什么角色扮演这么有效呢? 因为焦虑,其实来自未来的不确定,而情节和角色是一套固定的程序。 程序能够消除不确定,带来确定性,因为程序是固定的。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你要记住你的剧本是为了你自己而写。 一开始,它可能只能充当向导,但是在不断重复这个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建设自我。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情节,还是角色,它们都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如果在生活中与老师、上司等人对话时,你会感到紧张,需要和别人进行眼神接触时,你感觉有困难,不得不当众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时,你会感到紧张,和不太熟悉的人相处时,你会感到紧张。 那么这本书还可以很好地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帮你轻松地战胜社交焦虑,重拾自信,拥有正常、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 好了,这本如何克服社交焦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